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耶稣 我们再次谢谢你 谢谢你不仅仅救我们 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你也呼召我们成为跟随耶稣的门徒 因为你要改变我们 做门徒最大的荣耀就是有一天我们能够被改变得像耶稣 主啊 你就继续祝福我们在你面前的学习 也让我们真的在爱中彼此勉励 彼此帮助 让我们一起在爱中建立自己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我们上一次的信息是什么 感谢主 你们在家有超念才会讲得出来 因为我很多的时候在外地讲到 我说你们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教会主日的讲到题目是什么 很多人都举不起手 已经记不得了 所以你们两个礼拜以前记得表示有超念 其实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献上自己当作活祭 如果上一个礼拜的题目让主居首位 我们超念得好的话 今天这个题目就容易很多 因为它应该是接着的 它应该是很自然的 如果你真看见主是万有的主 他又是我们的主 那很自然的我们就会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他 我记得连长的弟兄曾经跟我们讲过 他说任何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 有两个关一定要过 一个叫做奉献关 如果你连奉献关都没有过的话 你整个基督徒的生活都还没开始 你不过只是得救就是了 基督徒的路都还没有走 没有奉献 你根本没上路 没有奉献 根本都还没开始 最美的部分 信仰的基督徒该有的喜乐 该有的福分 我们根本没有尝到 所以一定要经过奉献关 另外一个不是同样的关 另外一个关是我们的价值观需要被改变 要从属天的角度 从永恒的角度 来衡量我们今生所有的人事物 所有的决定 所有的选择 价值观也需要被改变 所以如果奉献关没有过的话 我们根本在主的面前 属灵的道路没开始 属灵的生活都没有开始 听说从前有一个牧者 他到加拿大去讲道 在他们教会里面 他有一天也被请去参加他们一个 毕业生团契的聚会 在那个毕业生团契的聚会里面 因为是年轻人 所以他们就演了一个skip 就是在台上有个短剧 演到有两个毕业生在那里讨论到他们碰到的困难 在属灵上 在生活上 在人生的路上碰到的困难 然后也觉得自己很难把自己在主的手中能够活出该有的样子 他们正在那里困惑的时候 旁边就演了有一个更年长的带领的弟兄从旁边走过去 所以他们两个就把他请下来 就跟他请教 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这个弟兄就拿出一支笔来 然后又从口袋拿出了一根绳子来 然后就把这个绳子绑在这个笔上 我应该做给你们看 但是因为我想你们比较成熟了 我就不要做了 就是一支笔一个绳子绑在笔的上面 然后就弄手拿着这个绳子掉在手上 笔就掉在这里 他就问这两个学弟 他说这个笔在不在 属不属于我 在不在我的手中 他们说在 这个是属于你的 因为这是你的 你会拿个绳子抓着 但是他就接着问他说 但是我能不能用它 他们两个都知道不能用它 他就从某一面来说 我们好像说我们这个人是属主的 还是属他的 但是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是遥远的 是掉个绳子的 不是真正让主拥有掌握住我们的 不是握在神手中 神可以自由用的 因为我们不肯把自己放在他的手中 虽然我们某一面来说 我们说我们是属主的人 但是我们却不是在主手中 可以被主用的人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 其实就是类似的情形 你说我属不属主 我们都说属主 但是我们要问的就是 到底在不在神的手中 神是不是真正握有我们 拥有我们 可以使用我们 当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一步的时候 你就发现你没有办法发挥 达到你受造的目的 跟最高的价值 同样的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奉献 没有过奉献观 说属灵的道路还没有开始 说基督徒的生活都还没有开始 那原谅我说 同样的我们在神手中 成为神儿女们该有的价值 也根本都还没有出来 因为我们没有把自己叫在他的手中 所以在这里我们一起来读 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这是我们很熟的 过去几年不晓得背诵过几次 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 献上自己当作活祭 其实这八个字 你在圣经里面找不到 没有exactly这八个字 但是它的出处就是 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 这里罗马书是讲到 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但是你发现所有退休会 或是各地办陪灵会 常常用的主题就是献上自己当作活祭 好像献上身体跟献上自己 好像变成不一样了 但是其实献上自己应该包括了身体 但是保罗为什么要在罗马书十二章 特别强调身体 这是我们等一下要回来看的 我们在这里发现保罗劝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他底下就讲到这一个祭 在他身上有几个特点 这样子的献祭 他说第一个是圣洁的 但你会说我这个人根本不圣洁 我常常跟神儿女们讲 今天讲到人的品格的优点 人的性情 人的性格 可能很多点我们还敢说我有 例如说讲勤劳 觉得自己算勤快的人请举手 你看真的就是有人举手 你不要不敢举手 这真的敢举手 对不对 觉得自己还算蛮有爱心 心肠很软的请举手 也是有 对不对 觉得自己很温柔的 慢慢扫了 为什么要这样笑呢 因为不太敢讲了 觉得自己对很多事情很认真的 都很认真的 也是举手 可是当我们讲到自己是公义 是圣洁的时候 觉得自己很圣洁的请举手 你就发现我们根本连边都摸不到 我们根本在圣洁的面前 所有的人只能低头 那个根本不是我们 所以圣洁在圣经里面 讲到我们的时候 它是讲到separate 讲到分别 它不是要叫我们这个人 尽善尽美 完全无可指责 毫无斑点 那是只有神而之友 也只有在他学的里面 他把他的圣洁赐给我们 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告诉我们 神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这是神把圣洁 把他儿子的圣洁给我们 那不是我们自己有的 然后他要让他儿子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来变化我们 叫我们与他的圣洁有份 但是弟兄姊妹 在这里讲到是圣洁的 特别讲到我们就是属主的人 是被分别出来的人 然后他一生要在我们身上 做分别的工作 把我们从世界里面 从罪恶里面 从肉体里面分出来 分到最后 就是把一切不是出于神的 不是神所要的 不能够归给神的 他通通要把我们招出来 要把我们分别出来 所以当我们如果不奉献的话 这个工作在我们身上 没办法进行 除非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 底下这里说到 祂是圣洁的 祂是神所喜悦的 而且祂是理所当然的 这是这个活祭 讲到三件事情 然后整个献祭的目的 是为了要叫神 那个善良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可以成就在我们身上 它消极上是教我们 不要效法这个世代 不要follow the pattern of the world 不要随波逐流 你发现每一个世代 都有它的潮流 每一个世代的潮流 都有它破坏神 而你们生命和使命的方法 不同方式 原则是一样的 所以你看从前的人 没有网络这件事情 对不对 但是这是我们这个世代独有的 甚至是最近二三十年独有的 这是从前的世代没有的 但是从前的世代有他们的潮流 有他们的方式 希腊哲学蔓延的时候 他们那样子的相信宇宙中 各式各样的神 各式各样的神话 各式各样享受人生的哲学思想 那个世代有那个世代的潮流 这个世代有这个世代的潮流 所以一方面来说 叫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代 不光是世界 是讲到 Don't follow the pattern of the world 不要效法这个世代的潮流 然后积极上是 叫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我们能够明白 而且能够活出 什么是神 纯全 善良 可喜悦的旨意 让我们这个人的笔 真正在神的手中 能够被神来用 能够达到他造我们 那个纯全 善良 可喜悦的目的 这是我们讲 献上自己当作活迹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先要讲 所以听说有一个 很有名的宣教师 我不晓得他是谁 一个Missioner 他讲到有七样死罪 就是该被定死的罪 其中有一个叫做 没有奉献的敬拜 其实保罗在这里讲 他说 我以你们如此侍奉 不是 这是讲到 我们献上自己当作活迹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 这个侍奉 在希腊原文里面 跟Worship是同一个字 就是你们这样子的敬拜 就表示这个敬拜 是建立在奉献上的 所以他讲到那七个死罪 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 那个我顺序不见得一样 他说 没有正义的征战 没有原则的政治 没有道德的商业 没有征操的婚姻 没有品格的教育 然后他讲到 没有奉献的敬拜 然后讲到 没有责任的权利 就讲到 这是几件事情 他都觉得 这是不能容许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要讲敬拜 讲侍奉 没有奉献 就没有侍奉 没有奉献 就没有真正的敬拜 他把它定为死罪 我是觉得 我们也应该 pay更多attention 在这样子的事情 要真实建立在 要建立在真实的奉献上 我们的敬拜 我们的侍奉 才是蒙神悦纳的 是神所喜悦的 所以在这里讲到 献上自己 不仅仅是蒙神悦纳 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那为什么是理所当然 我们上次讲到 让主居所谓以外 我们要看见神的主权 对不对 你看见神的主权 你自然就应该是属于他的 所以罗马书11章36节 他说万有 有没有包括我们 有 都是本于他 依靠他 归于他 那么哥罗西书1章16节 也讲到 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 又是为着他造的 讲到我们这个人 根本存在的目的 存在的原因 都是为着他 都是因为他 那么其实都4章11节 约翰在那里讲到 万物都是为着神的旨意 而被创造的 罗马书14章第8节 也是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的 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 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 我们若活着是为主活 若死了是为主死 他底下就说到 所以我们或活或死 总是主的人 讲到他在我们身上的主权 不要说活着是他 连你死的都是他 这是保罗的意思 我们这个人根本能够存在 我们能够活着 甚至连我们死了 都是属他的人 也都是为着他的人 所以这是一个主权的问题 所以当你真看见主权的时候 奉献就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 当你没有看见主权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我需要有所舍弃 要有所给 这是因为没有看见 所以在这个历代次上 最后大卫在那里限电 他虽然绕不到建电 但是他在那里 有一个奉献的祷告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这是圣经上伟大的祷告之一 你可以回家读 Dr.Tux在这里的时候 就说我们学祷告 最好的方法之一 就是从圣经上去找出 圣经中的祷告 不管在历史上的 不管在诗篇真言里面的 所有的祷告 都是我们祷告的范本 大卫在这里一个祷告 是非常伟大的祷告 历代至上29章10到19节 中间到了第14节的时候 他说我算什么 我的名算什么 竟然能够如此乐意奉献 他底下就说到 他说万物都是从你而来 我们是把从你而得的 献给你 有没有看见没有 这是一个认识祷告的人 我今天能够献上 其实是你给我的 在座当爸爸妈妈 我相信你们孩子小的时候 你们一定都做过一样的事情 这叫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 什么事呢 就是孩子很小的时候 你可能给他糖吃 给他一块蛋糕吃 然后你会鼓足勇气地问他说 给爸爸吃一口好不好 有没有做过 没有做过的话 你要求主让你再生一个孩子 那体会体会 你一定会跟他说 给爸爸一个好不好 让爸爸吃一口好不好 然后你就看见这个孩子的反应 有的孩子就no 有的孩子就很甘心地给你吃 你说不要 他甚至放到你嘴巴来 有的是说好 但是恐惧占尽地拿给你 如果你真是一口咬下去 他就哭起来了 没想到爸爸这么狠心 但是就着爸爸来说 其实我很多糖 我可以去买很多的糖 更多的糖给你 我要的不是这个糖 我在乎的是那份爱 我在乎的是你对我是什么样子的看法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什么都是神给的 然后神在那里等着 把我们给他的东西 可以当作奉献来奉献给他 这叫做爱 这叫做理所当然 所以大卫在那里祷告 我们不过是把从你所得的 来献给你 这个叫做认识奉献 所以弟兄曾经讲过 你真看见什么叫做奉献 你会跪着爬着到主面前去 说主啊 谢谢你 也求你愿纳我的奉献 你不会那样大摇大摆的 觉得我了不起 我割舍了 我真是为主牺牲了 我居然把这个奉献给神 这个是真认识 因为我们知道他的主权 第二个奉献的根据 在于主大爱的激励 一方面我们看见他是主权 我们本来就是属于他的 另外一个奉献的根据 或是动力 在于因为我们受主爱的激励 所以哥尼多后书第五章 十四节到十五节 他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一人既替众人死 众人就都死了 并且他替众人死 是叫那些活着的 不再为自己活 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请你注意到在那里说 不再为乃为 这是一个转变 就是不再为自己活了 乃为 这是一个turning turning around turn around 这是一个转类 这是一个转机 那什么力量能够让我们 以自我为中心 特别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里面 我们真的就是自我中心的人 怎么可能能够说 不再为自己活 然后乃为 什么东西让我们转 在这里是主的爱激励我们 主的爱为什么激励我们 他替我们死 他替我们死而复活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这个感觉不够强 就是觉得主替我们死 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 一再地来拨饼聚会 一再地回到最基本的救恩 因为我们很lightly 很清淡地就把主在十字架上死 当作一个爱的故事 当作一个事实 然后就过去了 但是那个东西 如果不够强的话 救赎在我们身上 如果不够真实 不够强的话 那你就会影响 我们这个人 在主面前奉献的心智 跟我们走路的绝对 如果你真是看见 什么叫做替我们死 就是原本我们该死的 不光是一次的死 甚至是永远的死 圣经讲到第二次的死 是永活的死 如果我们真的 从心里面看见的话 这个东西要在我们身上 就会觉得这是一个爱 这是一个代替 如果在我开刀之前 我能够有人说 科学能够做到一个地步 别人可以替我去开刀的话 然后也真有人这样子 愿意帮我去开刀的话 我一定很感激他 因为开刀最后已经怕了 真的是怕了 每一次进去的时候 想到等一下醒过来以后 那个可怕的经历 那个全身疼痛 全身无力 可是如果在这个时候 现代的科技 说别人可以替你受 而且有一个人说 余弟兄这次包给我了 我替你去 我跟你讲 我一定会谢谢他 我会已经 就算不会做菜 我也会请人家 买最好的鸡汤 最好的什么东西 等得好 等他醒了 我来照顾他 因为他免了我一刀 你更不要说 圣经上讲到 那个永活的审判 虫是不死的 火是不灭的 你有没有稍微想过 所以我以前 有一次看到 那个马丁路德传记的 这个影片 那时候天主教的神父 为了要推销赎罪卷 让赎罪卷可以卖更多 因为他们需要钱 教皇需要钱 他们这些神父 在卖赎罪卷的时候 就点起一把火来 把自己的手放在这里 当场烧 你知道吗 那个真的是痛 他痛到脸上都冒汗的 那样那个胶味 淹出来 那全场人就这样看得很可怕 他说你们如果不买赎罪卷的话 将来你们就是这样 而且你们买越多 可以先买 也可以为你死去的人买 可以为你的家人买 大家都掏钱买 因为现场看到那个痛苦 今天我们不够actualize 说神为我们死 所以我们为神活 把自己奉献给神的这种感觉 就在我们身上不强 那基督的爱在这里激励我们 才能够让我们不再为自己活 来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爱其实是在我们里面 能够肯付代价最大的动力 我以前曾经跟你们讲过一个故事 兄弟两个人父母亲很早就死了 两个人一个是去学画 做画家 一个是开面包店 两个人都在那里过生活 这个哥哥去学了画以后 他就开始卖画 刚开始都卖不出去生活 非常地辛苦 后来开始放在那边就开始有人来买了 而且越买越多 然后价格也越来越好 所以他的家境就开始好起来了 到弟弟家 弟弟是卖面包的 每次都是很简陋的生活 很平凡的生活 所以这个哥哥后来钱赚多了以后就开始嘲笑这个弟弟 他说你开面包店多没出息 你看像我这个作画现在越来越有名 画出来就有人买 而且价格也越来越好 他说你真的没出息 他就吵不起他的弟弟 直到有一天他到弟弟家去的时候 出来逛一逛 到他后面的一个仓库 一个破旧的仓库 不太用的仓库里面 当他进去一逛的时候 这个哥哥才realize 才明白 他的画都是被他弟弟买去的 根本没有人要他的画 是他这个弟弟为了爱他的哥哥 为了帮助他的哥哥 度过这种辛苦的生活 他就拆人去买 然后增加价值 但是为了帮他哥哥发现 他通通都放在他家的这个仓库里面 他哥哥知道的时候 认罪 流泪 他才晓得他弟弟是用什么爱爱他 他是用什么样子的态度 对待他这么爱他的弟弟 这个叫做爱的激励 今天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 我们很多的时候 我们会埋怨神 我们会不明白他 我们不肯顺服他 我们的奉献也勉强 因此我们真的是缺少 被基督的爱所激励 这个字compare 有人说就像大水逼着你走一样 你没有办法不爱他 当你真碰到他爱你 他居然是为我死 这个感觉不够强的时候 我们的爱就不容易出来 这个爱强的时候 很自然地我们就会想要回报 我们会想要爱他 爱主是理所当然的 是自然的 是甘心的 第三个 讲到我们献上自己当作活祭 是当我们真认识神 全备的救恩 跟祂伟大的旨意的时候 我们很自然会有的一个回应 所以在第十二章背诵的经文 它一开始 它用一个所以 所以这个所以是 呈现起后的一个关键词 它讲 therefore就表示前面有原因 然后底下有结果 前面的原因 后面是讲到这个结果 就是我们会甘心地奉献 当作活祭把自己献给神 那前面的原因是什么呢 所以你去读罗马书 整个罗马书在那里讲 神伟大全备的救恩 神伟大的计划 讲到我们这一般 福在被神定罪 你看罗马书一开始就讲 人被定罪 世人都犯了罪 都在神的审判底下 我们通通 没有一个义人 连一个也没有 在神的眼中 我们全部是被定罪的 全部将来是沉沦 是面对审判的命运 但是接下来就讲到称义 从定罪 接下来讲因性称义 接下来罗马书就讲到 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成圣 主借着基督在我们里面活 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祂在我们身上做改变 做荣上加荣改变的工作 圣灵来把我们从罪 从死 从各样的捆绑里面释放出来 在我们身上做成圣的工作 到了罗马书第八章 讲到有一天 我们要被改变成为 神儿子荣耀的形象 讲到要得荣 预先所知道的 就预先定下 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使他的儿子 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 预先所定下的人 就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 要叫他们得荣耀 你就发现 整个计划讲到这里的时候 然后保罗底下就说 这样子说 谁能够叫我们 以基督的爱隔绝呢 他整个第八章讲到 爱这么大 救恩这么荣耀 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这么这样子的丰富 所以就接到十二章 Therefore 第九章到十一章 有人说是插进来的 在讲以色列选民 跟外邦人之间 蒙拣选的问题 但是整个到了 第八章结束的时候 谁能够叫我们 以基督的爱隔绝 没有 天上地上 一切所有的 没有人能叫我们 以基督的爱隔绝 这个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 然后接下来就说 Therefore 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在面对这么伟大的爱 在面对神 这么全辈的救恩 在面对神 这么荣耀的计划 我们该有的回应 就是把自己交给神 让祂的计划 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 让祂那个 善良 存全可喜业的旨意 能够在我们身上掌权 而不是叫我们 随从今世的潮流 所以这次我们开始讲到 献上自己当作活迹 一个很重要的 该有的认识 底下接下来 我们在这里讲到 当作活迹 它的挑战 因为我们讲过 奉献的真谛 大家记不记得 奉献的真谛是什么 我以前讲过 祭坛 祂为我使 我为祂活 所以当以色列的百姓 进会幕的时候 一进会幕碰到的 第一个圣物 就是大的一个铜祭坛 挡在那边 你不经过祭坛 你不可能进到圣所 更不可能进到四圣所 你更不可能来到 施恩的宝座前 所以当你看见祭坛的时候 祭坛说了两件事情 第一个 基督为我们被杀 玉岳节的羊羔 在这里为我们被杀 使我们得蒙救赎 让我们在祂血的底下 在祂救赎的底下 有资格继续往前走 进到圣所 进到至圣所 是因为祂为我死 第二个 祭坛的第二面意义 因为祂为我死 我也愿意在祭坛上 把我自己奉献给神 我愿意为祂而活 所以我个人对祭坛 对奉献的一个解释 就是这八个字 祂为我死 我为祂活 所以罗马书十四章七到八节 非常重要 刚才我已经念过了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 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 我们活 若活着是为主活 若死了是为主死 所以我们或活或使 总是主的人 讲到奉献 圣经上类似的经文 其实也蛮多的 我没有空去列 我这里列了一下 哥林多前书 第六章十九节到二十节 保罗说 岂不知你们的生子 就是圣灵的殿吗 圣灵是从神而来 住在我们里面 他底下就说到 总要在你们的生子上 要荣耀神 奉献的真谛是讲到 我们这个人是属主的 他要在我们身上来荣耀神 第二个 当我们讲到祭坛的时候 祭坛说到舍己 说到要舍命 所以祭坛不是照着给人看的 祭坛不是在这里 只是像当初河东两个半支派 他们试着做一件事情 就是在约丹河边 组一个坛 对不对 当时其他九个半支派 派兵就要来打他们 他们说我们这个坛 不是为了献祭的 只是为做一个证据 叫做正坛 多可惜啊 只是放着给人看的 提醒我们 我们是属神的人 我们应该要有奉献的生活 但是在那个坛上 却不是奉献的 只是为了做证据的 祭坛不是给人看的 祭坛不是给人炫耀的 祭坛不是在这里说 我是奉献的人 只是这里说说谈谈就是了 祭坛是要上祭坛 是要舍命的 是要被杀的 所以我引用了歌 以西节书四十三章十八节 人子主耶和华如此说 建造祭坛 为要在其上献凡祭 洒血 是要杀的 是要死的 不是到祭坛上面用针扎一下 挤出一滴血来 咽咽血糖的那种杀血 是真正是要被杀的 这叫做祭坛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在这里讲献上自己 就是讲到我们愿意 在主的面前舍己 愿意把自己全然地交给主 为主而活 第三个挑战是讲到活祭 活祭真正的意义 我常常会在一些 我们很熟悉用的这些 关键的turn上面 关键的词上面 我会试着用自己的体会 自己的对圣经的认识 自己的经历 去把它写出来 到底是什么 例如说我讲什么叫异象 我说异象是圣灵 把神永远的旨意向我们开启 对不对 祂会吸引我们 祂也会控制我们一切的生活 事奉和言行 我就试着用我自己能够体会的方式 来写什么叫异象 同样当我们在这里讲活祭的时候 活祭就说你只要你还活着 只要你一息上存 因为祭 我刚刚讲到祭坛是一定要死的 所以借着死而复活 因为还是活的 然后要透过身体为主而活 这是保罗在十二章特别讲的 将身体献上 我现在就要讲 为什么将自己献上不够呢 还要讲身体献上 这是保罗在十二章特别特别要强调我们的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 不要将你们的肢体 对不起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我在讲道成肉身的时候 我特别说过 我们不是说是要 in bodily form 而是through bodily form 这两个介系词 把那个味道表达出来了 今天我们在这里为主而活 道成肉身 重点不是在于 你身体的表现 in bodily form 而是through bodily form 这两个东西很不一样 因为别的宗教也有苦行真 他们借着功课己身 苦待己身 在身体的里面 他们不吃不喝 他们吃素 比我们还厉害 对不对 他们栽戒 他们不动 他们坐在那里打坐 你看我们今天基督徒几个人 能在主面前 灵修超过十分钟 半个小时的 和尚打坐起来 几个小时 一炷箱 两炷箱 从前有一个人 打坐到一个地步 人家夸他叫做鸟巢 蚕尸 什么叫做鸟巢 这个bird nest 就是这个人打坐起来 连鸟都不知道他是活的 所以敢在他上面 阻巢 你知道这个功夫吗 那多久不动 完全不动 鸟可以在他头上 鸟可以在他头上阻巢 所以他被称为鸟巢禅师 所以有一次 白居宇去请教他 请教这个大师 人生的智慧跟哲学是什么 这个鸟巢禅师就告诉他说 众善奉行诸恶莫作 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八个字 就是所有的善事要尽量去做 任何的恶事不要去做 白居宇一听就说 这个道理太简单了 你怎么会这么鸟巢禅师 讲这么简单的道 鸟巢禅师就告诉他 他说三岁儿童都晓得 八十老翁活不出 我现在只是讲说 他们在body form in bodily form 他们可以做得到的 很多苦行征 很多别的宗教 一样讲要攻克己身 要对待自己很严格 但是我们讲道成肉身 是从里面出来的 是内功不是外功 从生命里面出来 灵得救 魂得救 身体得救 当然身体自重的得救 是在主回来 给我们身体得数 但是我们讲道成肉身的 见证的时候 是你里面必须要有这个生命 而这个生命 耶稣基督的生命 活着不再是我 祂在圣灵的里面 充满我们的心思 让我们的心思像耶稣 充满我们的情感 让我们的情感像耶稣 充满我们的意志 让我们的意志像耶稣那样子的 降服跟顺服 不光只是到达魂 祂能够在身体的里面 能够在肉身 在身体的里面 来遵行神的旨意 来彰显神的荣耀 这叫做活祭 就是我只要还活着 我都应该在神的面前 是一个living sacrifice 神没有叫我们死在祭坛上 不然的话大家都殉道就好了 神还叫我们活 但是这个活呢 要透过死而复活的境界 我虽然活着 但是活着不再是我 乃是主 我虽然活着 但是我可以在身体上来荣耀神 能够透过我的身体 来活出神的荣耀 听众子妹 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曾经讲过 有一个胖的姊妹 她想要结识 想要结识 你要知道 你光想要结识 你有心愿 跟你真正要达到身体 那都是一个很大的难处 所以她结识的一段时间很辛苦 有一次去参加一个灵恩派的聚会 她回来的时候 她就放口大吃 她的先生就问她 说你为什么今天可以吃了 她说因为今天 牧师传道人讲道 说食物里面有胖鬼 你只要奉主的名 把胖鬼赶掉了 你什么都可以吃 给自己找借口 她的弟兄 就讲了那么一句简单的话 他说这一类的鬼 若不进食 总是赶不出去的 这种弟兄真好 又智慧 又一针见血 弟兄姊妹 我跟你说 很多的东西 我们讲容易 有心愿爱主容易 这里躺着一个 有心全心全意爱主的人 对不对 跟你真正全心全意爱主 那个一定是借着身体表达出来的 你看早起 你马上就可以知道 谁都想早起 谁都想灵修 没办法 谁都想过圣洁的生活 不要去看不该看的东西 但是我们不跟眼睛立约 眼睛没有把肢体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 你会发现你常常就是看了很多不该看的 我们听了很多不该听的 我们说了很多不该说的 所以这次保罗为什么在罗马书第六章 他说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 它好像一个tools 好像一个vessel 一个器具是人可以拿来用的 我们的肢体是被用的 那到底是被谁用呢 是被我自己是被罪来用呢 还是我被神来用 就讲到我们的身体 所以他说导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 看到了没有 再一次讲到从死里复活 如果没有经过死而复活 神也不要 因为那是我们苦修出来的 那是我们自己人挣扎努力出来的 神要的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 要从死里复活的人 将自己献给神 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 请大家特别要注意罗马书六章十三节 这里讲到两个线 第一个 将什么献给神 自己 那我请问够不够 自己难道不够吗 如果够了 保罗为什么要再并将 为什么要作加一个 这不是只有保罗自己写的 这是圣经的话 这是神的话 所有的话是出于神的 其实照理说 将自己献给神应该够了 但是其实最大的挑战 就是道成肉身 在心愿里面 我们都愿意把自己献给神 真的 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够真心 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真心的 是真心的 所以在这里不光把自己献给神 他说 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 那是讲到那是一个更不容易的挑战 讲到它是我们真实奉献的名证 它是through body 透过我们这个身体 表达出我们真实的奉献 所以要跟眼睛立约 要让我们的嘴巴 耳朵行割离 不该听的不听 不该说的不说 你还发现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以前有一个教会的传道人 那一阵子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难处 很多的批评论断的话 他连续讲的十二堂关于口 圣经上所有关于口的教导 他连续讲了十几堂 讲完以后整个教会都安静下来了 大家不仅仅那种消极批评 辱骂 不该有的话语都停下来 而且大家都学习在爱心里面 能够彼此说造就人的好话 不是讲好话而已 它是造就人的 这可以帮助对方提升属灵价值 扩大属灵蒙福度量的 这个叫做造就人 大家已经讲到我们要透过身体 所以有一个传道人 有时候也是到加拿大去 他看到一个团庆里面挂了一个海报 一个壁画 忘记了那是一个什么聚会的通知 但是那个画很特别的一个点 吸引他的眼睛 就是他发现这个壁画里面 走路的这个人 他的心画在他的腿上跟脚上 就是说你不要光有心愿 你要有行动 不要光心会动 脚也要会动 所以他把心画在他的腿上跟脚上 就表示你不要光只是心感动了 你的脚也要动 要为主而活 要走主的路 这个就是用不同的方法 在这里想要表达一件事情 好 那活记是说到我们是在身体的 只要一息上存 我们借着使而复活 透过身体为主而活 那么底下我们简单讲几件我们可以实行的事 我想这是初题小组他们也会花更多的时间 我在这里基本上就是提 看起来都是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其实都是我们每一天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 我提第一个你要定义 要有一个strong desire 要set your mind 就是我要定义 让献上自己不再只是心愿 我要让它成为实际 这个东西是没有人可以提我们的 你不做底下都不要谈 你不做你这个小组回馈的时候 你绝对没话说 因为你没有做 要做一定要从心愿开始 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心愿开始 所以每天早上我是想说 我们更新对神的奉献 早上醒来 花一点时间在祭坛面前开始我们的生活 真的在祭坛面前开始我们的生活 你就定义至少在三件事情上 我们很清楚明确地说 我今天至少要找到三件事情 我要在这件事情上 我是为主而做的 是为了讨神喜悦 为了要为主舍己 然后我用新的态度 新造的态度 新造的生命 新造的生活方式去回应这件事情 例如说你在公司里面 你最受搅扰的就是你老板对你不合理 你早上起来祷告 你就说 主 我不经历求祢保守 我今天不受祂搅扰 我希望当祂今天在搅扰我的时候 我能够在这件事情上 我能够在新造的里面 我为你 我用不同的态度来回应祂 如果你现在生活里面 最受搅扰的是你的孩子 对你的顶撞 每次都不顺服 每次都是让你愤怒 可不可以祷告主 主啊 我求你 让我今天在这件事情上 让我能够用你的爱 用你的态度 来回应祂的无礼 如果你的方法 握渴的话 早就握渴了 为什么到今天孩子还是不肯听 为什么到今天我还是这么受搅扰 你不妨更新自己的奉献 换一种态度跟方式 来回应你现在所碰到的这些的搅扰 每天早上起来 在祭坛面前 像神有这样子的祷告 主啊 至少三件事情 帮助我 试试看 有不该有的思想 有灰心 消极 埋怨的话 我们愿意靠着主的缘故 我们说我今天这样子的话 一句都不出口 那么你可能真是没出口 没有再说这个话 可能不小心说了 但是今天却有九次 你平常一定说 没说 结果第十次不小心说了 没有关系 你进步了 进步了 继续在主的面前求进步 第二件事情 在爱的里面是全然为主 是为了讨主喜悦 为主是过奉献生活和动力的秘诀 因为这是我很多弟兄姊妹的经验 也是我们自己的经验 就是很多人 你真是不想为他受苦 你真是不想原谅他 你真是不想再包容他 因为这个人太可恶了 一犯再犯 一再地搅扰 一再地没有悔改的心 没有感恩的心 take everything for granted 就是不改 你会碰到这样子的人 但弟兄姊妹在这样子 无法忍受 乖僻的主人 不光是温和的主人要顺服 乖僻的主人要顺服 为罪为恶受苦就没有价值 但是今天让我们有力量 去对不合理的人 不合理的事 还能够走得出来 愿意活出主的荣耀 都是因为爱的缘故 所以为主这两个字很重要 for him 就是为了他 你会发现有一种 说不出来的喜乐 主的喜乐在我们里面 主喜悦我们这样子 所以当我们这样子奉献的时候 他说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当你这么做的时候 你会发现神的喜悦 在我们身上 成为我们的力量 成为我们的奖赏 第三个在这里讲到 在经历中要去揣摩 这句话的意思 因为每一个点都很重要 十二复活 讲到是基督的替代 不是咬紧牙关 咬紧牙关你撑不久的 怎么样学习 不再是我是主 我曾经讲过 一个传道人 从年轻就带的一个弟兄 给他的评语 让他心里面几天都不舒服 心里面都过不去 但是他又是传道人 所以得在外面装的 还是说谢谢你 谢谢你给我爱里面的成全 在爱里面说诚实话 可是他知道他是装饰 他不是真的饰 直到有一天 主在里面取代了他 他就发现所有的搅扰 所有的生气 所有的委屈就出去了 所以装死跟真正死而复活 那是很不同的 看起来都是死 但是真正的 真正的属灵的死 一定有复活做证明 因为真正属灵的死 一定带进复活 没有复活的死 常常是装死 或是我们人工的死 那个很辛苦 那个很辛苦 那个价值也不大 所以在这里讲到 我们要去揣摩 什么叫做死而复活 那什么叫做透过身体 就是你真的要去 可以看得见的 见证从我们身上出来 最后讲到主动地寻找 当你开始从三件事情开始 慢慢慢慢你会发现 其实在我生活里面有很多的机会 虽然每一件事情都应该可以如此 但是我们可以先从 自己最需要被改变的地方开始 我在这里随便一写 就写了七件事情 你可以继续加 像例如说聚会准时 主动帮忙做家事 加入教会的服事 顺服父母 体贴配偶 早上起来临修 不轻易发露等等 Little Teresa 讲过一句也很有名的话 她说你如果为了爱主的缘故 就算从地上捡起一根线来 都比做很多人以为伟大的事情 更有价值 更摸着主的心 完全就是为了爱主的缘故 你能地上捡一根线起来 没有人看到 你为了神家的干净 为了神家的建制 你把垃圾捡起来 你把一根线捡起来 但是你是为了爱主的缘故做 那个价值都胜过 很多人看起来很伟大 很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在十几年前 我们退休会的筹备同工 在开同工会的时候 那一次我去参加 听他们在这里报告 他们做得有条有理的 该做的事情 做得非常好 非常认真 我那天很感动 我在夸奖他们 我说今天在这一切的忠心 一切的负责 一切的认真里面 如果在我们的服饰里面 能够把爱加进去 能够在爱里面做的话 我说所有的东西 它的价值是没得比的 很多时候我们会很忠心地做事情 很认真的去做这件事情 去服饰那件事情 可是当我们里面带着爱的缘故 为了爱主 为了讨他喜悦 我们做这件事情 那很不一样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计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他说你们如此事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唱一节诗歌好了 三百十三首 第一节 我们连续唱两遍 我们就结束了 三百十三首 这是海佛格尔 这位姊妹 她活到四十四岁 就被主接去了 但是她在这一生留下了很多很有深度非常好的诗歌 她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 刚刚开始她是写到了前两三节 她底下写不下去 因为她觉得她的奉献不完全 那么隔了一段时间以后 她被主的爱更多的得着 更多的激励 她继续写下面的诗歌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诗歌 对 我们去唱第一节就好了 预备 来 我们去唱第一节就好了 我只剩座风险 保护好流在你前 守我光阴定时日 永一荣耀地不知 为我尽其管理您恨待 为我尽时不加理少害 为你我愿介绍我明月我爱 为你使你到晚来 主啊 使得来接受我们这一生 愿意甘心的为你而活着 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见奉献 不仅是一件重要的事 而且是不可少的事 使得把我们都带到你的路上 让我们在你面前 真正能够过一个奉献的生活 能够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 主啊 我们算得了什么 你竟然悦纳我们的奉献 我们所能献上的 都是你先给的我们 却让我们把它当作一个机会 来奉献给你 主啊 就帮助我们 真的是理所当然的奉献 是一个充满奉献的敬拜和侍奉 让我们这一生 我们真的不仅活着为耶稣 而且我们是一个真正的活计 使将身体献上 主啊 谢谢你 祝福我们在你面前所有的学习 帮助我们每一天早晨 在你祭坛面前开始 我们晚上 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施恩座前 我们来结束我们的这一天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祭物 来放在你的面前 如果我们失败 我们跌倒 我们忘记了 就让我们在你的施恩座前 再重新得力 再更新我们的奉献 主啊 我们愿意将我的余生 还你若债 让我这一生 为你 示你 到万代 祷告感谢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